好,今天我跟大家说一下那个月季架接 首先这是一根针墨 然后这是我扦插的一个墙位杆 这是一个梨皮 这是一个梨皮刀 然后这个是接碎 这是架接膜 然后这是架接的刀 然后这是剪刀 好,接下来我们操作一下 这个枝条比较细 所以我们尽量选择插皮直接的方法 然后我给大家演示一下 这个刀呢最好消毒一下 这头吧 大家在扦插的时候 首先我们要保留 最好保留上面一到两个压点 我这边是保留一个压点 然后把顺下的那些压点全部挖掉 都得挖掉 挖的话一定要挖干净 特别是下面的压点 一定要挖干净 不然后期如果埋到土里 很容易长出那个枝木芽 那就很麻烦 然后我们现在直接进行操作 我们是在顶端 针木的顶端进行插皮直接 然后我们先在顶端剪一个新的伤口 好 因为剪刀剪过的话 它这个伤口可能会你看有点压痕 这样的话不利于我们嫁接 所以我们要削一个新的伤口 削的时候当新手 我这边因为在看一边看手机 一边在操作不是很方便 这种刀片的话 你们可以用那个挂虎刀片 也是可以的 我这个应该也是挂虎刀片 好就这样吧 大家看得清吗 然后我们在那个 针木的右侧 还有针木的左侧 我看一下牙点够不够 牙点够 一二三 看一下 够的 那就对策价接吧 首先我们在这里 首先我们在这里 牙点的右侧 削一个斜口 然后 在斜口的当中 直接划一刀 可能操作起来 不是很方便 划的时候一定要当新手 看一下 大致就是削一个口 然后滑下去 可能我得挪下位置 就是这样一条 弯一点其实也没关系 然后在背面 背面削同样的一个斜口 轻轻戴一点就行了 然后也是划一刀 我可能要换个动作 好 看到了吗 就这直接刀下去 然后再用一个离皮工具 我这个离皮工具 其实是把雕刻刀 然后你这样有这种硬一点的东西 这样可以塞进去 差不多找到那一条刀口 然后压 用力往下压 压到木质画的部分 然后左右摆动 看到了吗 就这样 都离皮了 然后另一面 找到刀口的位置 看一下 差不多好 往下压 然后左边撬一下 右边再撬一下 好 这边也是一样 都撬开了 撬开之后 我们这个先放一边 然后我们再找结碎 结碎的话 我们只要找带牙点的 像这种都是带牙点的 你可以把叶子录掉 叶子的里边 这种都是牙点 看到了吗 我们因为插皮之间 所以尽量找细的 稍微细一点的 这就有两个牙点比较饱满 这边这边 那我们把它先剪下来 然后我跟大家说一下 怎么削结碎 因为是插皮之间 所以我们直接在牙点的下方 直接进行 牙点的背面 直接往下削一刀 因为牙点在这 那我们在这削一刀 好 然后看到了吗 然后再等一下 尽量手不要碰到削的伤口 在背面 这样来一刀 在左侧来一刀 右侧也轻轻来一刀 然后我们只要把削口放进削心 好了 看到了吗 这个位置啊 我们尽量留白一点 留的高一点 看到那个白点了吗 这个就是留白 然后把它削下来 不要飞掉 好 这边就一根这样的做好了 烧的可能没放好 好 差不多 尽量不要碰到 然后我们再削这个接压 也是同样的 就是牙点的背面 削一刀 这又不是办法操作 把它削了 牙点的背面 这边 因为这种超微类的乐器 枝条很细 所以我们进来削的薄 薄 轻轻带一点皮就行了 好 然后我再散面 把反面 轻液带一点 把反面 轻液带一点 好 这样就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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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插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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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 这边都留白就行了 OK 然后使用我们的架接膜 架接膜的话 我用的是糯米纸的架接膜 比较推荐大家用这个 这种进口的糯米纸架接膜 就是 好处就是牙点可以自己突破 然后尽量剪成两条 然后缠上去就可以了 可以拉的很长 这边固定 这边固定一下 然后 然后我们开始缠 好 然后可以 这边固定之后 你就可以放掉 一直往上拉 每个地方都包住就行 再拉 好 到这里 拉 这边 这一块尽量盖住它 这样 然后 我们在当中再拉一遍 在当中盖一下 这样的话就不会有雨水漏进去 再把这两个压点的包住就行 你看还有很长的一段 可以把它撕掉 可以把它撕掉就行 盖住这两个伤口是因为不让它水分流失 这样就OK了 不然的话直接的话需要套袋的 然后我们看一下 位置 位置对一下 因为有时候用力的话会把位置给弄偏 就是架接的关键就是形成层 它里面的层白的就是形成层 和这个结碎 有没有完全的贴合 贴合的话就很容易火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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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